他這次公佈的時候 他說 于北城集齊家人 集齊家人 對 你當時候被公佈的時候是 對對 集齊家人 他沒黨 他剛才說他是不黨 他還沒黨 我是無黨籍 你是被國民黨開除的 對對 我是現在什麼黨都沒有 他為什麼會針對像我們這類的人 因為其實中國有一段時間 花了很長的很長的努力 去營造一件事 就是所有的退伍軍人 都是親共的 只要解放軍打過來 台灣的軍隊是投降的 不可能的事情 他們就是營造這種 如何營造呢 就有一些階級高的 位階高的 就會到了中國去把酒言歡 說台灣軍 中國軍都是一家親 都是夏淫州講的 對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這個很可怕 這個會讓中國解放軍認為 他們只要登陸過來 我們會迎接王師 你知道嗎 這間接地增加了他們武統台灣 侵略台灣的勇氣 那其實我是打破他們這個幻想 就是說沒那麼好啦 你們過來讓你付出代價 對 台灣的阿兵哥不是吃素的啦 我們玩真的 所以他們很生氣啊 三顆星都被我搞定 兩顆星也都過來 乖乖的記住了 為什麼這個一顆星的小將 趕出來反共偉大的祖國 打破他們那種讓解放軍說 過去就是很輕鬆啦 不會打你的啦 過去就迎接王師啊 你們就直接踢正步 踏了正步 直接到總統府就接收了 我打破他們這個幻想 因為國軍不是每天在養尊處優 不是看到解放軍就軟腿 不是看到阿共的來就投降 我告訴你不是 那這一點打破他的玻璃心 變成所有的解放軍 他們自己會膽怯啊 因為他們也認為說 到了台灣來那些都軟腳瞎啦 都不堪一擊啦 後來發現台灣人是 非常堅強 非常敢於捍衛台海安全的 所以他破滅了 所以他就企圖說 從我著手 所以現在每個星期 都有上百個 中國的那個短影音 製作出來 在他們14億人裡面 廣傳 就是把我小丑化 把我白痴化 把我傻瓜化 然後14億人傳來以後 再從中國傳回台灣 某些親中的一些團體的群組 然後人家就講說 你看這于北城被中國笑成這樣 真是我們官校之詞 我被敵人笑不是才光榮嗎 是啊 你知道以前老蔣 我們的校長老蔣 被他講為蔣匿 蔣匿國特 對蔣匿國特 把我們的老校長蔣介石 毛匪則東 我們都叫他毛匪則東 我們叫他毛匪 他叫我們的校長叫蔣匿 那那個時候 你們怎麼不笑校長 是啊 那個時候這麼多人在笑老蔣 在笑小蔣 你們怎麼不笑校長 因為不敢笑 笑了老蔣把你抓起來殺頭 所以不敢笑 現在笑於北城沒差 而且說句實話 我也為這些小粉紅提供了很多我良心的一個作為 他們生活苦悶 如果不笑我 可能很多人就去想不開了 所以說14億人可能很多人是因為嘲笑於北城而有了生活的目標 如果因為這樣 我也算是幫你們祖國做了一個功德 讓這些辛勤苦悶 在吃穿收入比較差 心中難過的人 看到於北城說好好笑 又可以多活一天了 其實習近平在頒獎章給我 我幫你們14億人維持了多少珍貴的生命 但是我要講好笑歸好笑 我們捍衛台海安全的決心一點都不會變 至於說你要懲處我 我說句實話 我沒有怕 因為我家人離開中國以後 我連我家人在哪裡我都不知道 大陸已經沒有聯繫了 完全沒有聯繫了 因為我父親走得早 所以中國大陸根本不知道有我這麼一個 從中國來的種子在台灣發芽 所以他們想今晚再找 于北城的家人在哪裡 在哪裡 怎麼沒有 一定假的 這一定假的 我告訴你 我爸爸真的從中國來的 但是你們找不到我的根 因為我的根在台灣